最近杭州临安一处中心地块的拍卖被紧急叫停 原因是这块地里挖出了古城墙遗址 这块地位于临安城中街和天目路交叉口附近 周边是居民楼和酒店 整块地已经被围墙围住 大门上了锁 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有工作人员在走动 在附近一家酒店的顶楼往下看 可以看到这块地里面挖了好几个机坑 还搭起了黑色棚子 有一些土堆上面覆盖着绿色的编织网 工地的吊机挖机等设备已经停工 记者联系上临安外宣办后得以进入工地 方形的机坑中有挖出来的石块和不知名的器物 站在工地里抬头往南看 就可以看到功臣山上的功臣塔 五代吴越国的第一位国王钱刘 就出生在功臣山山脚下的村庄里 从贩卖丝严到最后成为吴越国开国君主 钱刘的故事很励志 而且前世家族的后人中涌现出了不少名人 工地往北北高楼挡住 高楼后面就是前五宿亡灵 也就是钱刘的墓地 据了解 最近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工地这儿 发现了一锦城的古城墙 从地图上看这块工地正好位于 功臣山和钱王林之间 目前这块地的拍卖被紧急叫停 考古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发掘 一锦古城寻找那段尘封的历史 并在合适的时机对外公布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